在西大東北部的柯福島附近 發生了一起火燒船的事件 行經該海域的一艘意大利籍的渡輪 在當地時間十八號凌晨突然起火 火勢是迅速的蔓延 當時船上包括船員在內有近三百個人 還好船員的反應夠快 及時的叫醒睡夢中的乘客 讓大家都能夠逃出來 只有船出有一個人受到輕傷住院 但黑煙從船上竄出燒到天亮還沒停 這艘意大利極度輪奧林匹亞號 從希臘西部航向意大利途中 忽然起火燃燒 希臘海岸防衛隊與意大利官方 立刻投入救援 在俄羅沙巴爾尼比亞 所信船上將近三百人大多順利逃離 有乘客指出船員第一時間叫醒他們 才讓大家及時逃出火窟 生還者們已經被送往希臘東北部的科福島 其中只有一名船員輕傷送院治療 希臘海岸防衛隊已經開始調查起火原因 雖然結果還沒出爐 但有希臘媒體指出 火是從船上的車庫蔓延 懷疑是船上的冷藏貨車起火釀貨 詳細情形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華視新聞陳剛編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